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保持同市民服务 自己休息一下 订阅一下 我知道最近你有一个野餐同乐日 是的 好像很成功 谢谢 在8月20日 我在我自己的选区公园 做个野餐会 出席的人数都接近100人 能够吃吗 幸好我们事前 因为又近了家 很容易補给 我们也预计了相当的食物 足够食物 很感谢万甘氏副市长 和安省理由文化厅长 陈国智先生 也有来参加我们的拼励 你带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看 当日的情况 我看到有很多义工都来了 是的 衣服很漂亮 是不是自己堂的 Alan Ho 是的 这里有你发表讲话 是的 当中有没有很多市民上来 跟你投诉 或者争取机会跟你聊天 有 其实目的主要还是这个 就是住在左近的居民 老生常谈说来说 都是那几个问题 是 譬如他们真的投诉 譬如交通问题 还有一直都有市民觉得 在我们的万甘市 尤其是这区 争取社区中心 还是向我呼吁这个诉求 是的 多一些社区中心 多一些地方用 是的 因为你知道 就是在我们的万甘市里面 其实有很多华裔的老人家 他们不懂得说英文 他们不开车 他们常常躲在家 煲碟 还要把这碟翻煲 是 这件事非常不健康 应该出去跑跑的 是的 既然在加拿大这么大的地方 应该出去逛逛 在冬天未来之前更加 不要常常在家煲碟 相信何耀元会继续 为大家争取多一些社区中心 多一些建设 另外有一个消息带给大家 就是今年 辛亥革命 100周年 是的 那么万甘市 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其实我们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们在八月份 我们大多数 有几位华裔议员 被邀请回中国 即是探访 在那段时间 我们邀请他们回到加拿大探访我们 而我们又刚刚好 其实在今年 我们一早就已经开始 在部署中 希望藉着辛亥革命 100周年 在加拿大万甘市 有一条街叫孙庸山先生 哇 这个程序 其实是要一步步地做的 我们首先 就是向街道名的公司 申请孙庸山先生大道 是 然后一早就已经批准了 然后当中国大陆的官员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承经利用那个机会 邀请他们 帮我们出席这个命名会 然后基本上现在 整个万甘市 我们大多数是第一个城市 有这条街 我想全加拿大只有这条街 温哥华我就不知道 不过在大多市 万甘市 我们肯定有 其他都未有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最好是今年之内 找一条街 命名孙庸山先生大道 孙逸仙 是 这个很厉害 刚好 100周年 变成了很有纪念价值 是 这条街贵了 是 很多中国人想住那条街 我们最初有个打算 就是希望在新区 命名这条街 是 因此当日出席的 我们其他三级议员 例如 John McCollum 或者我们副市长都说 如果有条街 我在那里买第八号 第八十八号 就是大家在那里 说笑 好的 其实这个过程难不难呢 其实多不多人做这件事 其实过程不难 但是那个程序就要一步步 就是说 你不是一想到就要做的 是 你有部署的 因为假如你还没把街名 丢到街名的库上 是 你不可以做的 是 但现在在万感市 我们已经有街名的档案 现在只不过是看什么时候 把它放在街上 是 跟谁可以拿到这条街 是 跟谁可以拿到这条街 是 大家密切留意 孙中山的街 这个地段 是的 还刚刚是一百周年 一百周年 一百周年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亦当中有些 僑办的副主任 甚至乎中领馆的 陈总也上到 是的 他们很着弱 因此 在当晚 多谢华联会 在万感市 搞了一个宴会 去宴请他们 大家再说这件事 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开心 无论中国大陆来探访的官员 以及我们环社区 都很开心 既然我们做了一些事 有条孙中山街 他们有没有表示 会回礼一些事情 你问得好 是的 当日出席的 来自中国的官员 他们做了一个承诺 他们说 如果将来 当这条孙中山先生大道 开幕 他们很希望能够出席 还有可以捐一个孙中山山的铜像 给我们 由中国大陆运来 即是整个铜像 在一条街上 是的 因此 我们市长 副市长 对于这件事 是非常开心的 看看 怎样可以整理这条街 没错 中国发展得很快 也有过了辛亥加盟 这么久 到现在 因为人民币也涨得很厉害 是的 是的 究竟人民币对于我们加拿大 有什么影响 有些消息带给大家 是的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好 其实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希望能够有机会 跟中国做生意 但是你也知道 中国现在暂时 不是一个国际兑换货币 是的 因此最近 我们在万钢市的经济发展部 邀请了中国银行的一些专家 做了一个座谈会 探讨一下 人民币将来 会不会成为一个国际货币 如果假如是的 我们在加拿大的商人 尤其是我们的华裔商人 对于这个契机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是在9月15日 我们做了一个座谈会 其实相当成功 出席的人士很多 大家都对于人民币的前景 是非常乐观的 当然在本地的中国银行 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向我们华裔社区招手 希望多一些商户 多一些个人 在他们的银行开户口 是的 也从而推动万钢市的商业 没错 人民币方面 如果和中国做生意 尤其是本地有很多商家 会和中国做生意 所以应该要在中银行开户口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现在和中国做生意 我们最主要是用美金交 即是什么 交数 对换 但如果 譬如在加拿大 如果 你本身是用家园 又将它兑换到美金 其实已经亏了一重 是的 但假如在中国银行 正常开个人民币户口 你去到大陆 你只不过由家园去人民币 即是少了一重兑换 那很难 其实当家园直接兑人民币 那时候会更加大 是的 因为不用经过美金 才去人民币 对 那直接是少了 又少了 是的 一家便宜两家着 是的 大家考虑一下 有些什么 随时可以打电话问 是的 也可以电邀给我们的何议员 对 电邀在这个螢光幕上 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错过了今天的访谈 不要紧 我们可以上去 www.w1.tv 即是我们的网址 也可以选择视频选播 看我们今天的访谈 谢谢何议员上来 下次再跟大家讲更多的消息 谢谢 好 谢谢